毁灭者MG3 一把传奇般的武器 从古至今 基本没有一把 是被玩家唾弃 但是 就在今天 它来了 全新赛季武器 冰海战技MG3 武器为机关枪 作件快速射击 弹道不是很稳 这把武器 没有华丽的特效 没有高测素质 仅有的 尸部玩家 破碎的新 不能强化 不能上配件 弹道还比原版条 官方居然 还有免责声明 我真的被气效 表现到底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游戏 看一下 哦耶 今天给他带的是 世界上外最新赛季的 毁灭MG3 冰海战技 这把枪的话 是毁灭者的一个换皮 官方的话 也不知道 这是第几次 抄毁灭者的冷饭了 然后这次的话 在新赛季中 官方也是 给了一把毁灭者 然后这把枪的话 需要解锁赛季之后 到了70级 才能够起上这把 才能拿到这把武器 然后它的话 在生化之中 起枪等级 是7级 所以说基本上 是要到生化Z的 第三第四局 如果是你自己开防 从第一局开始玩 那么第三局 大概就已经可以起了 但如果是那种 中途进防 第二局第三局进的 那可能要到第四局 你才能起上这把武器的 一把毁灭者 到第三第四局 才能起各位 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它到底有怎样爆炸的素质呢 它才配 7级起枪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 好不好 来下来伤害 左键的话呢 大概是 133一下 打暴走的 如果不是暴走的话呢 是104 伤害 打头是有400一枪 103 左键一枪是103 左右一个伤害 哇哦 如此之高额的伤害 哇塞 各位 七级我们居然能用到这么高的伤害 各位 太棒了 哦呦 你们看这伤害 哇操 堪比 一级的普通毁灭者呀 各位 太强了吧 怎么会有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武器呀 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毁灭者 哇操 为什么这么牛逼呀 我们再稍微等一等 等魔将士好吧 各位 等魔将士啊 我们这把打完之后 我们去打实战 好吧 呜呜呜呜 弹道 呜呜呜 各位自弹道 卧槽 太帅了 OK 盖掉一枝 漂亮 主弹夹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发 主弹夹 幻魔子弹 应该是有200发左右吧 主弹夹的话正好是200发 好的各位 小学室重新找个房间 先给大家看一下普通毁灭者 这是普通的毁灭者 装了一个新赛季的皮肤的一个版本 然后是装了一个武功 武吸血配件 我们来试一下这把武器的 伤害怎么样 然后跟下一局的 那个新毁灭 我们来对比一下 好吧 我们先来大大桥 先稍微首播点 这能是僵尸 不用猜 他不是僵尸 我吃屎啊各位 就这么自信 哦漂亮 看到没有 他有僵尸 然后小学室选择了一个 72街仓库奥巴马的房间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左键的话呢 大概是114 大老母铁 开6 打头的话呢 是282的一个伤害 大家可以发现 装的是武功 也不是六功 好 直接带走 好的 到了生化力第四局 我们也是成功起上了 这把 冰海战技 MG3 外观方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帅啊 围巾海盗 还有个盾盘 非常的帅气 是不是 那性能方面如何呢 到底是 这把武器 技高一筹 还是 我们的 普通毁灭者 局部有语呢 我们来试一下好吧 是后浪推前浪 还是 前浪死在 沙坛上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把毁灭者的7级 整整7级啊 我操 不过伤害方面 大家可以发现 确实是比普通毁灭者 是高那么一点的 而且这把毁灭者 是没有带配件的 不能装配件的情况下 伤害是比武功的毁灭者 还要高那么一点点啊 不过7级起枪 我个人感觉是 有点夸张了吧 我觉得如果他在 两级起枪 我觉得都不至于 这么夸张 一级或两级 我觉得把枪 会很好用啊 就是神中神 但是现在这个 7级起枪 官方是不是脑子 有点问题啊 这有点太夸张了吧 说实话 把龙岩都轻一下 好 防爆子弹 主弹架200发 被弹是300发 和普通的毁灭者 没有太大的区别 OK 僵尸的话呢 也是比较多了 我们赶紧 进一波管道 我们进一波管道 来试一下这把枪 爽不爽 哎呦 枪神帅哥 真的名字好下头啊 各位 哎呦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想抓我 各位 不要进管道啊 这里如果我们进管道 就被抓了 很恐怖啊 不要急 哎呦 还从窗户撤跳 帅的呀 兄弟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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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边上 各位 从这边上 从这边上 快快快 没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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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呢 没僵尸 我靠 全是僵尸 各位不行了 我这6还是开掉吧 各位 我们就不要留了 我本来想的是 我们进一波管道 然后再开波6 来爽杀一波 来波 来波海底捞火锅 串串香 但好像不太行啊 全是僵尸 你们看 哎 等一下 有机会了 各位 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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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呀 求你了 我这一辈子 对 yes yes 好 的 好 的 各位 好 的 非常 的 yes 开磨料 直接 开肉的话呢 是300到40 真他妈菜 各位 这上面本来有队友的 真他妈菜 被抓了 这队友已经 真戳戳 我靠 好的各位 小局的话呢 也是 终于找到一个 人也是比较多 然后呢 局数也是靠前的一把了 然后小局在第四局 跟大家说过嘛 基本上第三 第四局才能起着 把枪出入进防的话 第四局 哎 我们赶紧去一线千 哦 然后刚才我也是 对比了下两把毁灭者 如果你普通的MG3 强化的属性比较好 我说实话 这把毁灭者 它弹道太飘了 用的各位 真的太飘了 OK 以前也没有僵尸 漂亮 这把我们终于 给你好好的手 一把点了 nice啊 不要炸到自己 好的 天上阵异 我们直接 用掉 好 不要 记得不要炸自己啊 各位 不要炸自己 好 咚咚咚咚咚咚咚 炸是一只 哦 爽的呀 OK 僵尸来了 左剑直接 爽射 100多 打头300多 还可以 伤害 还可以 想不到在第五局啊 伤害还可以啊 加上队友的伤害 一起加成的情况下 还可以啊 如果单拿出来 这么一个 毁灭者 感觉就有点不够看了 各位 而弹道说实话 比较挺飘的 说实话 比起普通毁灭者来说啊 他因为没有强化系统 导致他这个 弹道挺飘的 我说句实话 不要慌 不要慌各位 不要急 不要急 千万不要急 好 下面也有僵尸啊 我们千万要记住啊 下面的话 有可能也有僵尸 跳上来 想跳 拉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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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拉杂 不要抓我 不要抓我 我就是个 我就是个好孩子 我都在角落里面 不要抓我 好吗 不要抓我 好吗 不要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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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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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漂亮 前面的话 有僵尸来了 好的 直接开六 不磨叽个位 直接开六 我这弹道 无敌 我操了 有猫变 为什么后面瞬间失变了 哎 刚才我在前面的时候 后面还全是队友 二个外开局的时候 我 我稍微开了个六 打死一只僵尸 瞬间后面全是母体 what the fuck 干什么 基因突变了 哎 我怎么又抓一个 总的来说 小区是感觉七级太高了 总结 拉杂 好吧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边 关系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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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